丹麦和中华台北的第三场争夺 丹麦和中华台北的第三场争夺 丹麦和中华台北的第三场比赛 丹麦在2比0领先之后 接下来是男子双胆 穿着红色运动服 在屏幕下方的豹衣和摩根森 迎战中华台北的方建民和李生木 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始了 摩根森的这个失误也是比较离谱 比赛刚刚开始 鲍音和摩根森在这个全英今年是拿到冠军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他们在这个全英的最近三年的战绩是一年一个台阶 2009年四强 2010年进决赛 但是输给了阿斯姆森和塔斯克 今年又进决赛拿了冠军 三年三步 三年三步 先来笑吧 这个连贯打得非常的漂亮 鲍音 二年三步 第一 2 3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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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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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球飞出你线 这球打完了之后就直接抓你的推球 对 现在丹麦队已经是2比0在大比分上领先 而且刚才赵婷婷也说了 后边有几乎95%要赢的女单定点 所以实际上丹麦已经赢了 理论上已经赢了 实际上还没赢 这个心态就是看你如何去调整 因为现在前两分已经拿下来了 我很想去拿第三分 如果说这样给自己压力的话 其实也会造成自己的这种 就是水平发挥的这种失常 那如果从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同伴已经赢了 然后我后面之后我还有一个